王康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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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王康教授 等我一下 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些 平常一些製作影片的經驗 然後得到了一些 成果 然後來跟大家分享 因為現在手機都可以拍影片 所以我們常常會被問到很多的問題 所以第一個 常被問到的問題 一定就是 我們會用什麼樣的設備來拍攝 那 這裡我就不會用 分享畫面的方式 可能就是 要點我的大頭 那你就可以看到 比較清楚的畫面 那先看一下我們最近 做了些什麼東西 來分享給大家 好 那在這我們的Youtube 我們上個到我們的Youtube上面 好 你好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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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以这些年其实从学校毕业一直到现在都做一些刚刚看的就是杂七杂八什么东西都有做的影片这样子 所以其实也很有趣的是从一开始做影片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影片都只能用摄影机来细行拍摄 后来就进化到了我们会用相机去拍摄 然后现在时代的更进步就是到用手机来拍摄 所以现在是一个影片一个非常发达的时代 在过去其实我们真的要拍影片回去一定要弄到一台摄影机 那现在手机都可以拍摄 所以就产生了很多的有趣的现象 例如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是我们用了各种设备来拍摄的动物园影片 我们可以拍摄的动物园影片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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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